其实我们一念心 阿弥陀佛知道 佛为什么不来呢 是我们自己有业障 我们的心不清净 来了没用处 不起作用 他决定不来 来了他争取作用 业障要消啊 来了才有作用啊 一消业障要靠念佛了 念佛功夫不够 没法子 这个忙阿弥陀佛绑不上 念佛功夫够了 业障烦恼 不要孝敬 孝敬很困难 那跟八万四千万万没脸一样 他只要你能 你能控制 业障烦恼 不起作用 就信了 佛就来介意你了 你还没能控制住啊 佛不回来 你看最近 我们有一个 接到一个报告 四川的 再加以为继续是父亲两个都念佛 太太见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问他 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 他心里也忧郁 家里亲孩子 孙子 不能放下 这一忧郁的时候 佛不见了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先生 先生听了很开心 先生知道 这真的不是假的 先生不吭气 认真去念佛 不告诉他们 没多久 先生 辅助烦恼了 阿弥陀佛把他接走了 这是我们了解 怎么才能陌生 跟我们传递这个信息 决定是全盘放下了 没有丝毫疑 我自己经历过一次 我天天都想住 我九十七岁 七十九岁那一年 七十九岁 在北京 身边 住在旅馆里面 那病得很重 第三天 下半夜 下半夜 我好像是 醒过来了 但是 醒过来 很清楚 我不是在旅馆里头 是在野外 草地上 躺在野外 躺在野外草地上 看到面前 一重一重的 青山 很漂亮 很像大理的 大理的 苍山 那个样子 但是大理山 外面有二海 有水 没有看到水 看到满山遍野 都是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 面都想着我 哎呀 我这一想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些听众啊 很欢喜 突然这一念之差 这这个念间的时候呢 变了 那些人全变成出身 我感到非常惊讶 满山遍野 一下就变成出身 各个种类不同的出身 满山遍野 我就念了一句 拿摩本斯释迦牟尼佛 哦 佛神仙气 佛像都大了 半遍天 山不见了 就是一尊佛像 这么一尊 那个时候讲话 应尽 身作讲经的 我都念 本斯释迦牟尼佛 本斯阿弥陀佛 所以我接着念 南无本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先接路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不见了 我再念南无本斯平诺尼佛 平诺尼佛陀佛先接 最后我念了一尊佛 最后我念了一生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先 geç 那个像 斑变天 但是看得很清楚 一点都不模糊 真的是如对面前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耳边有声音 我没有回头 我看观音菩萨没有回头 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放下的 统统放下了 还有没有亲人去想见见面的 没有了 问了我好多 我都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说我很想跟佛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如果佛需要我留在世间 多住几年 我说也可以 没关系 这样就醒过来 醒过来了 病就好了 第二天我就回香港 有这么一次经历 我就有信心 我什么时候往生 阿弥陀佛做决定 需要留我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表伐 做个样子 我决定 我决定 我能忍耐 能受苦 那时间到了 我的事情圆满了 佛就回来接我走 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 什么时候都可以走 欢欢喜喜地走 快快乐乐地走 一丝毫干扰都没有 这几年越来越转了 今现在就一步了 其他通放下了 痴迷旧一尊阿弥陀佛 别的都不念 痴迷旧一尊阿弥陀佛 痴迷旧一尊阿弥陀佛 无私不办 所以痴迷 是我们能不能往生 最关键的问题 这个心控制不了 还有杂念 还有妄想 特别 还有名利 还有亲切 这个麻烦大了 甚至于 我还想对佛法做什么好事 都不可以 都是麻烦 有缘就做 做而无作 这就对了 做什么 没有起心动念 还是依据佛法令到地 无作而作 决定不妨碍 行愿 决定不妨碍往生 这才行 这才行 事件 名利猜死 稍稍动一点心 我们就受到干扰 我们就受到干扰 就受到妨碍 每天都近 每天分享 有好处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这个环境要认识得很清楚 缺点不含糊 缺点不含糊